大家好 因为今天风非常大 可能我的那个手机拍摄的三脚架有点摇晃啊 请大家原谅 我们今天从一条德语新闻说起 德国焦点新闻的最近报道 中国 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了 就是金兴高速G7 这条高速公路全长2540公里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有的也说2800公里 德语这家焦点新闻说 这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 甚至呢 比从德国法兰克福到南欧国家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 还要多出200公里 然后德语新闻说 这条高速公路 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23亿欧元 也就是 只要人民币大概170亿人民币 我看到这23亿欧元之后 我立即就不相信了 因为 这太便宜了吧 然后我在网上 做了一下功课 我发现呢 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大部分说法呢说是370亿人民币 那就相当于每公里的成本价是 1450万人民币 这也非常便宜啊 因为我看了下在中国如果是建造高速公路 一般一公里大概是2000多万 的功课 在德国一公里的建设成本大概是2680万欧元 那只要人民币就超过2亿元了啊 也就2亿多 也就是说 德国一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 是中国的14倍左右 14倍呀我的天 它的质量绝对不可能有14倍那么好的吧 所以在德国 这种建设 简直是天价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德国的成本 金星高速公路 就要超过5000亿5000多亿人民币 这简直是天价呀 金星高速这2500多公里 我估计呢 建设的周期可能就是 七八年左右 如果按照德国的进度 要建2540公里的高速公路 我估计呢要 50年左右 50年 也就是说 平均每年 大概建50公里 这是 很正常的德国的速度 所以 这个德国焦点新闻报道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要看看 到底德国人 德国读者他是怎么看的 当然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们肯定心里是 羡慕嫉妒恨 羡慕中国的建设速度 羡慕中国的建设成本 也恨德国人自己 他的速度那么慢 然后呢 成本是天价 说到德国建设速度 以及所有的官僚主义 我就想起了 也是前几天 德国的图片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 就是德国总理在一次 座谈会上 他承认 你看 中国整个城市已经建好了 可是 同样的时间在德国可能 移动房屋的建设 他的审批都还没有批下来 他就呼吁呢 德国人必须 快马加鞭了 官僚主义太严重 德国的那个建设速度太慢 等等等等 这是德国总理 第一次公开承认 一个是中国建设速度非常的快 另一个就是警示大家 德国的速度太慢了 这是不是德国总理 故意抬高中国 然后贬低德国自己呢 并不是啊 实际情况在德国就这样 什么东西都很慢 什么东西都没有效率 说到这个效率啊 说到这慢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德国 汉堡 大家知道吧 汉堡港是非常有名的 对吧 也是德国的经济 支柱之一吧 如果是关心德国新闻的 关心国际时事的 知道啊 就是去年 汉堡港集装下码头 中原公司不是想 参股汉堡港吗 然后呢 在德国 引起了轩然大波 特别是德国绿党 他是比较仇视中国的 说啊 中国远洋 参股汉堡港 已经威慑到 德国国家安全了 这是德国的敏感基础设施 所以呢 德国绿党特别反对 中原公司参股 最后呢 在德国总理的坚持下 让中原公司参股了 但是参股的股份大幅减小 其实我认为啊 这是绿党在意识形态治国 想想看 如果中原公司不参股 你德国的汉堡港 中原公司还有其他选项啊 比如有荷党卢特丹 或者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都可以啊 他们就在德国边境 如果是德国人真的脑残了 断然拒绝 中国远洋 任何餐股 那最后损失的绝对是德国 以及德国汉堡 那德国的趣味优势 会因为 拒绝中国餐股 会大打折扣 说到德国汉堡港 有一座桥 非常有名叫 Kobrandbrücker 这个中文很难说 我就直接用德语吧 反正这个名字不重要告诉大家 没有必要记住 这座桥是1974年完工投入使用的 它的长度呢是3.6公里 当时的建设时间呢是4年时间 这座桥由于呢 过度使用 原来世纪使用期限是100年 但是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 德国有关部门呢 在研究 可能要尽快关闭这座桥 因为已经属于微桥了 就3.6公里长座桥 现在呢 德国有关部门可能在研究 新建一座桥 比现在更高 现在的桥是 53米高 可能今后新建的桥要70多米 整整高出20米 因为现在的集装箱船 要比70年代 要高很多大很多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高度已经不符合要求了 如果新建这样座桥 长度差不多 它的预计成本是45亿到55亿欧元 但是据德国图片报报道 按照发展趋势 成本没有70亿欧元 下不来 70亿就相当于人民币500多亿了 500多亿人民币建一座桥 三点多公里长 港珠澳大桥 它的规模 超级大 长度大概是55公里 主桥的那个成本大概是 5600亿人民币左右 55公里长 而德国汉堡这座桥 就3.6公里长 而且它的建设难度 绝对不及 这个港珠澳大桥的 十分之一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 它的建设成本 既然 和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那个主体 建设成本差不多 这真是匪夷所思啊 大家想想看 大家猜猜看 这座3.6公里长的桥 在德国 它的建设工期 现在来看 要多久呢 图片报报道说 要2046年才能完工 这是预计啊 按照过去德国所有 这种建设项目来看 一般 都会延迟 而且会延迟很多 我认为 最乐观估计 可能要2050年 现在是2024年 要2050年 乐观估计才完工 也就是说 要26年左右 哎呀我的妈呀 黄花菜都凉了 对吧 而且建设成本 绝对是 一年一年往上追加 也许到时 如果这个桥真的建 100亿欧元都不一定 也就是说人民币 可能800亿左右 就是一座桥 3.6公里长 大家记住啊 在这些基地 会议计划 在德國每次說到什麼大型的建設項目 對德文來說3.6公里這橋已經是屬於特大型的工程了 比如說像德國什麼柏林機場啊 那就是個國齒機場 對吧 每每說到德國這種大型的建設項目 他們總是把德國跟中國比 這個時候呢 中國就是德國的所謂的鄰家的孩子 特別的出色 因為在普通德文心目中啊 現在可以這樣說吧 家喻戶曉 就是對中國這種基礎設施的建設啊 以及建設速度啊 建設規模等等 德文都知道 中國人是又快又好 這真的讓德文特別的羨慕 說到原來那個柏林機場啊 在德國有這樣的梗 當然是諷刺了啊 當時說啊 還不如重新建作機場 叫中國人來做就可以了 可能三年就建好了 而德國柏林機場呢 建了十幾年 拖延了多久完工大家知道嗎 拖延了九年才完工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都完工了 而柏林機場都還沒有完工 大興機場只花了三四年的時間 就建好了 所以啊 當時德國媒體報導大興機場完工的時候 德國整個國家就一片的悲觀氣氛 就覺得丟臉啊 你看大興機場 規模比德國柏林機場大得多 漂亮得多 現代化得多 而且大興機場不僅是建了機場 全部的配套設施 比如說地鐵呀 高速公路啊 高速鐵路啊 都全部都建好了 而德國呢 只是一個機場 一座機場 就拖延了九年多的時間 才勉強完工 而且狀況不斷呀 所以啊 現在一說到德國這種大興的基建項目 德國人自己都沒有底氣 簡直的丟臉 想想看一座小小的橋 3.6公里 就要70億歐元 500多億人民幣 你說德國拿什麼與中國競爭 說到建設成的 我又想起了 歐盟主席弘德蘭不是說 又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所謂 對國家補貼調查嗎 因為說中國的這個建設成本 製造成本太低了 肯定是低於成本的 肯定是中國大量的國家補貼 要賣到歐洲來 佔領歐洲市場 但是我相信呢 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政府 有那麼腦殘的 虧本去補貼 然後呢 讓比如說歐洲人 讓德國人低價消費中國的產品 中國為什麼要虧本 賣給歐洲 讓歐洲人享受中國的好處呢 不可能全部東西都會有國家補貼吧 他不僅說中國這個電動汽車有國家補貼 還說中國什麼光伏產品 光伏這模塊也有補貼 如果中國全部都補貼的話 都說虧本賣了 那錢從哪裡來 稅收從哪裡來 對吧 這個邏輯都講不通啊 我都不知道德國政客 以及德國人他有沒有腦子 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呢 造成了制度性的腦殘了呢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啊 因為他們都不會思考了 思考是會 但是沒有邏輯啊 講不通啊 對吧 在德國 我相信呢 大部分德國人 即使現在他們各方面都比較爛 還是認為 他們任選舉制 就要比中國所有的獨裁制度要好 真的 他們抱怨自己的那個行政呀 特別沒有效率對吧 官僚主義特別嚴重 但是呢 同時 又對自己的制度特別自信 認為自己的制度絕對要比中國的好 因為他們覺得你中國是獨裁呀 一人說了算啊 而我們德國呢 有這個好處 這一屆政府呢 我們可以用選票 把他們拉下來 選另一屆政府上台 你看 我們的制度是不是更好呢 德國 目前很多問題啊 這屆紅綠的政府真的很多問題啊 但是 我們用選票 把他們選下來 換另一屆政府上台 然後就好了 他們認為 所有德國現在存在的問題 都因為這屆政府如果被選下台的話 那問題也會跟著這個政府走了 煙消雲散了 真的 他們真的這樣想的啊 如果他們的制度那麼優秀的話 比中國制度好的話 那為什麼 你看德國這些年 可以說是每況愈下 而中國呢 各方面來說 是全面爆發 從經濟 從科技 從軍事來說 很多方面現在已經碾壓德國了 既然中國制度那麼不堪 那中國應該是 與德國相比 越來越差才對呀 那為什麼在各方面都有碾壓德國的這種趨勢呢 其實很多方面不是吹牛 早已經超過德國了 把德國甩在後面了 把整個西方都甩在後面了 你看 中國的那個生產能力 已經是德國的N倍了 所以說如果是打什麼貿易戰 或者是打那個熱戰的話 我覺得中國也不怕 因為中國的後勤能力 也就是製造能力 遠遠的碾壓整個西方國家 反正我在德國這些年 我就看清了啊 德國很多方面 確實非常的拉快 說到後勤能力 說到這個製造能力 說到不怕那個打熱戰 前面我已經說過了在某一期 就是整個西方現在 他們特別缺少彈藥 為什麼缺少彈藥 因為他們生產能力跟不上 為什麼生產這個子彈能力 跟不上呢 因為缺少了消化棉啊 而這個消化棉 又與這個新疆棉花有關 對吧 前兩三年 他們不是制裁新疆棉花嗎 制裁來 制裁去 變成了搬石頭 砸自己的腳 就這樣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禁止 這個消化棉出口了 不出口給你德國 不出口給你西方 看你怎麼辦 所以他們現在呢 造不出子彈 造不出子彈之後 那就不能夠援助烏克蘭了 而且現在歐洲這些國家 北約這些國家 目前達成了這樣的協議 應該是由東歐小國捷克提出來的 就是從國際市場採購子彈 從國際市場 其實呢 大家知道 能夠生產子彈的 而且合乎這個北約155毫米口徑的 這子彈 全世界有哪些國家可以生產 還不是出了美國 以色列可能要就是歐洲這些國家了 那如果是從國際市場購買 那只能看哪個國家有庫存了對吧 美國的庫存幾乎都沒了 歐洲也一樣 所以即使想從國際市場 採購這子彈給烏克蘭 可能效果也不大 目前看來 美國不可能從資金上支持烏克蘭 歐洲國家也是杯水車輕 所以這烏烏戰爭啊 對烏克蘭特別不利 我們說遠了 我們回到德國這基礎設施建設吧 就是從德國交點新聞報道 精心告訴公路全線開通 從德國人的反應來看 給德國民眾造成的心理震撼非常的大 因為德國建設速度太慢了 也就是說中國襯托出來 中國的建設速度太快了 而且成本也非常非常的低 德國拿什麼跟中國競爭呢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德國網友是怎麼看的 他們的評論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進入評論吧 第一條評論 在德國這條高速公路的建設需要100多年的時間 下一條評論 要是知道建設工期就好了 德國知識補充 據杜娘介紹 精心高速公路於2012年9月動工 2019年4月基本貫通 不到7年時間 2021年6月30日 精心高速公路全線建成通車 但不知道為何德國交點新聞 現在還把它當成新聞來報道 搞得我也以為是新聞 這麼說 這條2540公里長的世界最長高速公路的建設時間 花了差不多9年時間 網上的信息不統一 有的中文媒體說是2800公里 有的說是2540公里 下一條評論 我們的審批程序 肯定會比中國的建設工期更長 下一條評論 我認為建設工期不需要10年 因為有足夠多的農民工 下一條評論 順便提一下 中國在三年內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機場 德國知事補充 這位網友應該是指北京大型國際機場 以及四川成都天府機場 下一條評論 在離我不遠的地方 有一條長約5公里的道路 現在它的翻修已經三年了 拖延的原因有兩個 首先是延東 其次是農民示威 德國已經自取滅亡了 下一條評論 在這段時間內 在德國可能輕鬆 建成了柏林機場的停車場 下一條評論 在德國這筆資金最多只夠用於翻新約50公里長的包括三座橋樑的道路 但工期至少為20年 下一條評論 2540公里高速公路耗資23億歐元 上週 這裡報導過新的漢堡港大橋將耗資55億歐元 但首先規劃和審批程序需要10年時間 然後事情的進展就會快起來 德國正在自取滅亡 下一條評論 中國所花的時間 中國所花的時間 肯定不會比在柯隆建造新蘭茵橋的時間長 德國之士補充 我都不知道柯隆在建新的橋 網上看了一下 原來是計劃建一座 只供行人 以及騎自行車用的橋 大家知道嗎 2009年開始規劃 15年後 也就是今年2024年 可能會投標 到建成可能還需要5到10年 呵呵呵 下一條評論 2000公里高速公路耗資20億歐元 但斯图加特21火車站項目 只夠建一個站台 下一條評論 23億歐元 建成2500公里高速公路 像柏林機場 斯图加特21火車站項目等 許多建築工地 都可以向中國好好學習一下 如果能知道開工日期 以及竣工日期 那將會非常有趣 但這可能會讓這裡的一些人 甚至可能是某些政客 進行思考 這難道是他們想要的嗎 下一條評論 在另一篇文章中 我讀到施工時間不到10年 下一條評論 例如 從斯图加特到卡爾斯盧爾 50年包括規劃 而中間的瓶頸路段 已經建了兩年半 至少還需要一年 才能最終完成5公里的建設 因此 100公里的高速公路 需要差不多60年時間 下一條評論 從霍夫到萊比锡的A72號 高速公路 原定於2006年完工 現在他們希望在2026年之前完工 延期20年啊 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個雄情勃勃的期限能否實現 下一條評論 注意注意 2500公里花了25億歐元 平均每公里100萬歐元 據估計 在德國 一公里高速公路的造價 至少是其10到20倍 我們的高速公路 也比它好20倍嗎 我對此表示懷疑 德國知識補充 前面介紹過了 德國的高速公路建設費用為 每公里約2600萬歐元 即超過2億元人民幣 好 各位 網友評論就那麼多 大家可以看到 德國網友全都在吐槽 德國的烏龜施工速度 以及天價項目 恨鐵不成鋼啊 不過好像這是西方國家的共同現象 美國加拿大那邊一樣 因為沒有問責制 反正是納税人的錢 就慢慢的做項目唄 大家都有工作 低失業率的數字也漂亮 極大歡喜不是嗎 朋友們 本期節目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下期節目見